大门 不是在那边吗 这是什么地方 你到底想带我去哪儿 小伙子 别害怕啊 我一会儿呢 就带你回家了 你要干嘛 干嘛 住久了你就会习惯了 住久了你就会习惯了 我一会儿就带你回家了 住久了你就会习惯了 不过我没有想到 你会误打误撞 靠进我们特工部 其实从我拿到 诗题的那刻开始 我就知道 这里不是什么通讯社 那么简单 不过我没想到 原来这里的老板就是你 这证明我们是有缘分的 梁东哥不管怎样 你救过我和我妹妹 而且不止一次 这个我肯定会记住的 后天的会议现场 恐怕会有些凶险 所以我会安排 另外一个比较安全的 特别任务给你 特别任务 你就负责 保护李婉跟我太太 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直到会议结束 要离开这里 怎么了 有问题吗 不 没什么问题 我只是在想 我跟李婉已经很久没见了 她最近好吗 不算特别好 恐怕她是害相思病了吧 所以你来得正好 我还有另外一个秘密任务 要布置给你 秘密任务 你回到宿舍以后 帮我监视你们一起 考进来的那两个人 他们的一言一行 要严加注意 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立刻向我汇报 尤其是那个叫罗通的人 我听说 她在考试中 每一个环节都很完美 而且没有一个细节 露出破绽 没有露出破绽 也算个问题 没有露出破绽 是最大的破绽 说不定 她已经是一名特工 一个想打入我们特工部的 卧底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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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最优秀的人 才能担当这样危险 而机密的角色 可惜 他们的下场 都将会十分悲惨 因为我李炳然的眼里 用不下半里沙子 不管是谁 这就是他们的宿命吧 照片都在这儿了 底片也在里面 这件事情做得不错 而且呢 还看不出来 你还挺会照相 给大明星派了我照 我这还是头一次 以后还有这样的任务 长官记得还交给我啊 行了 你小心看路吧 照片 是不是只有这一套 当然了 不是 您不相信我呀 如果你让我发现 除了我手上的这一套 任何一张泄露出去 你可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后果 我孟小峰对天发誓 我绝对不可能这么做 如果我这么做 我就不得好死 长官你怎么处置我都行 这可是我们对付王芷芸 最好的杀手锏 咱们接下来 是不是就要约王芷芸出来了呀 从他那儿掏出唐浩芬的老底来 王芷芸那边 你就暂时不用管了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看好 后天要召开的亲善同盟大会 这次不仅是部长 和平政府的一号 都要亲自来参加这次秘密会议 连咱们老大也要过来 这可是机密 千万不能歪喽 我担心这次会上少不了会有袭击 本来老大要是不来的话 就算会上伤几个日本人 我也不会放在心上 这回大不相同了 老大来了 这万一要是伤了老大一根寒毛 我们的脑袋都得搬家 不过我想 应该不会有人敢在太岁野头上动土吧 你可别小看了那帮抗日杀手啊 别说是太岁野了 就是阎王爷他们也敢动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越是危险 就越是你立功的好时机 你懂不懂 李曼娥的判断是没有错的 这次中日亲善同盟大会 无论国民党和共产党 都绝不会让它顺利召开的 刚来就被老板单独召见了 东哥 你醒啊 老板跟你说什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秘密的任务 我看你来特工部真的是来对了地方 没有见谁像你这么兴奋的 梁东哥意识到 他的卧底生涯从此开始了 但他不知道李炳元下一步 将会给他布下什么样的棋局 老板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他没跟我说什么 对了 他只叫我要好好地盯着你 东哥 你真会开玩笑 算了 算了 你不说我就不问了 不过 我看老板十一八九跟你是熟人 什么事都逃不过阿忠的眼睛 好 现在大家都上了一条船 以后就是兄弟了 彼此可要互相关照 但是 谁要是在背后干对不起兄弟的事 他就不会有好下场了 是吗 这么说小冬他已经成功地打进套工部了 刚刚晚上有人来通知 说他们要参加通讯社的封闭集训 这几天都不会回来 封闭集训 那会不会和那个亲善同工大会有关 来 老林 我找你急事 快 进去床 我屋里有人 什么人 是我们医区的兄弟 跟着我一块杀唐浩峰的 我想要是当着他的面问你 你肯定不会说实话 雷啊 这次的刺杀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你们的行动 已经达到了效果了 要是成功了的话 你的麻烦可不就大了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你自己心里有数 唐浩峰到底是叛徒还是卧底 你可以向我保密 但是你不能拿着我们医区的兄弟 去当枪使啊 有点事 小心隔墙有耳 好吗 虽然我们医区人担力薄 但是也不是给你们二驱跑腿的 好吧 关于唐浩峰的秘密 虽然我不能告诉你任何东西 但是老林 我承认 这次行动当中啊 我确实利用了你们 可是你得相信我 我马俊可没这么大胆子 这可都是上门布置下来的任务啊 我发誓 我绝对没有半句假话 不过啊 有一点我要告诉你 关于唐浩峰的秘密 我不管你怎么猜测 你要必须守口如瓶 这可是比你我的性命都重要的秘密 只要你走路出去半点风声 林老板 你可别怪兄弟 我第一个就把你杀了 那你这次来 又有什么事啊 走 是关于日伟亲善同盟大会的 所长 周小姐 进来坐吧 好 怎么样 教给你做的功课都做好了 我在档案馆里面 仔细研究了唐浩峰 王芷云 沈素贞 他们三个人的档案 基本上 我对这三个人的情况 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说说看 你对他们的具体看法 唐浩峰是个性情中人 他脾气耿直 很容易得罪人 基本上 就是我们说的那种 吃软不吃硬的人 不过 他有软肋 他的软肋 就是女人 女人 王芷云是他的死穴 那么接着说王芷云 王芷云是个大明星 积万千宠爱于一身 只不过他的出身不好 所以在他出名之后 他很在意别人说到他的过去 那对于一个有这样经历的女人 虚荣和爱面子 就是他的死穴 所以我在想 如果我们把握了他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那基本上 这个人就被我们控制了 再说说沈素贞吧 他是唐浩峰的秘书 不过我在档案馆里面 没有找到关于他的任何资料 我甚至怀疑他这个名字是不是假的 而他的真实身份就是一个特工 不过对于这样的人也很简单 精彩 精彩 我知道楚小姐是一名训练有素的优秀特工 可是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优秀 谢谢所长表扬 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学习的 对了 你一整天泡在档案室里 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发现 好像没有了 是吗 是好像没了 还是真的没了 对啊 没有了 楚小姐 你不要瞒我了 我知道 你查了李小姐的档案 是 不过 别说了 你什么都不用解释 我现在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警告你 不要自作聪明 做任何事要瞒过我的事 明白了吗 是 我明白了 楚香雪感觉当卧底绝不是那么简单 面对凶残狡诈的敌人 稍有不慎将铸成大错 是 我原谅了他 但是 你不会有第二次机会 我知道了 我保证 我保证不会有第二次了 或许 你从前的上司 少淑安先生 对你有不同的要求 不过他是他 我是我 我不会像他那么有人情味 我跟他完全是两种人 是 从现在起 你必须按我的规则 去做任何事 李小姐是你的上限 我命令 你要服从他 是 我明白 那我什么时候去执行 潜伏在唐昊风他们家 做卧底的任务 你不用问 对 到时候我自然会通知你 方黎 我已经得到了准确的情报 亲善大会将在后天准时召开 到时候啊 日委所能召集来的所有铁杆罕奸 都会细数到场 我估计啊 我估计啊 日委双方的很多高官也会参加 这可是一场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总部已经决定了 把这次任务 交给你我两个行动组 联合执行 这次啊我看咱们要不惜一切代价 啥地出剑 是个把汉奸敌特一锅端的好机会 可是他们不可能坐以待毙 行刺究竟是在会场 还是在代表区会场的路上 如果一旦开枪势必保留 那再进一步对战的可能性 几乎为零 因此我们只能有所取手 只能保证锁定一两个 最主要的刺杀目标 还有啊 在敌人如此严密的封锁之下 我们的杀手如何撤离 还是只能做好自杀式的行动准备 大学总理 你所说的这些也是我们重点考虑的 但是呢 在武器和行刺方式上 总部已经有了明确的安排 现在是这样 我们已经收到了一批 秘密运到上海的炸弹 这可都是美国支援咱们的 最先进的武器 这种炸弹的特点 体积小 隐蔽性很强 可以遥控引爆 最大的特点 威力巨大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利用我们的特工 把这些炸弹秘密地带进会场 当敌人全部进入到会场 开始开会的时候 一举引爆 咱们给它来个连锅盾 那可太厉害了 这样一来的话 好多问题都解决了 现在的重点就是 如何将这颗炸弹 神不知鬼不觉地带进会场 我清楚会场在哪儿了吗 现在敌人非常狡猾 到现在 一点关于确定会场的消息 都没传出来 不过通过我们观察 至少有五个地点 最近存在异常 其中有李鼎原的特工部 还有王乃征的警察局行动打队的大员 要是这两个会场 那就麻烦大了 进入这两个地方 比登天还难 而且 我们现在只有明天一天的时间了 怎么看还就是个女学生 哪里像是个乡下的小保姆啊 落魄的学生 给有钱人家做保姆 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事 化妆反而更假了 再者说 黄娟认识出乡学 如果半遮半眼的说点瞎话 这万一让黄娟看破了 反而更麻烦了 黄娟 她跟你是不是很熟 她会不会怀疑你呢 黄娟是我小的时候 我们家隔壁邻居 除了李秉原和王乃征抓我的事 关于我的其他事情 她不太清楚 请善天大使放心 我已经把全部都告诉给黄娟了 刚开始啊 她是挺惊讶的 不过我把话给说远了 那就好 李小姐 接下来我就把楚小姐交给你了 做卧底 那可是楚香雪的拿手好戏 不过这次 不只是对付唐昊峰一个人 她家里的那两个女人 恐怕是最难对付的了 再教楚小姐几招 你可别小看了楚香雪呀 她的那几招我学都学不来 好了 时候不早了 我们也该走了 我跟黄娟约定好了 一起去王智云他们家 好 你们赶紧走吧 走吧 好 还有一个是 就是让你灌到的 你们想走 你去看看 你去承诺 把这些人都在那边 你去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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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告诉你几点 你必须要牢牢地记住 第一 一个没有私心的保姆 是值得怀疑的 所以你必须要做到 半折半眼地流露出一些小私心 比如说爱摊点小便宜 比如说在你每次买菜的时候 偷偷地摊下几分钱 第二 你要学会讨好主任 尤其会左右逢源地 讨好男女主任 偶尔的还会要学会 扮动点小是非 装可怜 表示出 愿意替他们其中的一方保守秘密 成为她的心腹 来了 来了 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啊 紫云妹妹 来 里边请 你们家老唐在吗 我们家老唐 昨天被特公布的李炳元请去了 说是明天晚上才能回来 这李炳元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告诉你们家老唐当心着点 这被他盯上麻烦可就大了 谁说不是呢 我都要愁死了 就凭你们家老唐的那个身份 别说是李炳元了 那就是日本人 也不敢随随便便地动他呀 借你 姐爷 你看我经过跟你聊天了忘了介绍了 这个就是我和黄娟给你找的房子 来 来 以后 以后你们家什么买菜洗菜洗衣服的杂活 都交给他 赶快 叫唐太太呀 你好 唐太太 我叫小雪 好 好 小雪 好 来 快请进来 您先请 刚刚接到大摇的密码 楚力炎已经着手 对大会会上的袭击计划了 而且听说 这次要动用从美国进口的一种新型的遥控炸弹 这对梁东哥倒是一次考验了 他必须汇出出整个会场的防卫地图 再把这个情报递出去交给楚力炎 而且这一切都必须在一天之内完成 这对一个年轻特工来说 任务太艰巨了 对了 梁东哥的身份 你有没有告诉罗通啊 还没来得及 因为环境特殊 我跟罗通这次在特工哥的会面很匆忙 不过我已经提醒他了 梁东哥不是我们的敌人 在抗日除奸这件事情上 可以秘密地寄予帮助和协作 很好 可是老板 炸毁大会会长 对楚力炎已经是志在必得 那会议当天您安全怎么办 要不要找个借口 我要是不去 一定会引起日伪的怀疑 这等于主动暴露了身份 炸弹不长眼睛 这万一 放心吧 我自有办法 好 原来小雪 还是没笑得高材生呢 我最佩服读书的女孩子了 你看你 气质又好 人长得又漂亮 来我们家做保姆真是委屈你了 您说不是呀 要说我这妹子可真是命苦 我还记得小时候呀 我们老管的爸爸叫大胡子叔叔 老带着我一帮小孩子 到巷口买棉花糖吃 这没想到突然她爸爸就横遭意外了 行了行了 那不高兴的话你就别说了啊 再者说了 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 小雪能找到像唐太太这样的家庭做事 那就是她的福分了 至少不用刘乐接头啊 真的是可怜啊 对了 那咱们怎么打呀 是五分田一个花 还是几块钱寄园的 一毛钱一个花好了 钱少了 没劲 几位姐姐 这牌其实我不太会打 要不 我不打了 我也不太会打 玩玩呗 小雪 你别担心 要是赢了钱都是你的 要是他们赢了你的 钱我给你出 看唐太太真是个好人 改名我都想来你家做保姆了 有人来了 一定是素贞回来了 来来来打开 这么多人呀 还是有朋友来串门好 素贞我来跟你介绍 这位王太太你见过的 这位是李小姐 王太太李小姐好 你就是素贞哪 我早就听他们提起过你 这几天你照顾唐太太唐先生 真是辛苦你了 周房后就好了 慢额你坐坐坐 素贞啊 这就是王太太和李小姐 给我介绍来的帮忙的小雪 她呀还是个大学生呢 沈小姐您好 我就是新来的保姆 我叫小雪 打麻将的事还是您来吧 我去厨房忙活 沈素贞本能地觉察到了 这个楚香雪来的蹊跷 只是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来路 这么一来 唐家就可能被打入了一个蝎子 危险再增加 警惕也必须增加 是 小雪可真是个等事的孩子 素贞 过来 蹭个手啊 来 过来 素贞 过来 素贞 这个一生不响的乖孩子 可是抓了一手的好牌啊 好的你们都不会相信 她能把这么好的牌照给我打 这个可是不通行长的姑娘啊 子墨 请一次 胡了 真把咱当苦力啊 刚搬完桌子 说是一会儿要去布地带 你就别埋怨了 但愿明天顺顺利利开完了会 我们不就都踏实了吗 是不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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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卢哥 今儿早上后院找你的人是谁啊 没有啊 你是不是眼睛看花了 我就知道是个秘密 就当我什么都闷乱 什么都没说 没问 没说 好 好 杨总哥 主任说让你跟小毛 护送一下夫人和小姐出去呢 车已经在外面怎么了 赶紧走吧 怎么还不走啊 好不容易出去兜兜疯 还在等什么人啊 我也不太清楚 报个说还有个兄弟来护送你们 来了来了 就是那小子 梁东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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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先生 你好 不用看到梁先生啊 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哥手下的一个小兵了 我准备让哥派他做我的提身护卫 李太太您好 有什么话上车再说吧 嗓子 麻烦你坐到前面去呗 我想跟梁东哥边走边说 有什么话非得在这说吗 到了地儿再说不行吗 不嘛 我就想在车上说 李婉的出现 使梁东哥觉得手中又多了一张牌 想在特工部立住脚就不能放弃他 但他也知道李婉是个难缠的主 或许这两天太累了对不对 梁东哥 你把后边的窗户关上 别让外人看见咱出去了 好 你真够笨的 这把手不就在你手边上吗 是 是啊 对不起 老大 小冬在那里车上 小冬一定有情报 算命了 算命了 好 你装着瞎子你横动执着感 我装着你可不张眼的你 对不起 对不起 行了行了快点走吧 对不起 没抓着人就是好事 还惹麻烦 好 太好了 明天他们亲善同盟大会肯定是台特工部开啊 小冬的这份地图 驶得实在是太及时了 行哪老连 料事如神哪 特工努力居然都安插眼下了 别小看我们医区 最后这三个装饰 以医当时 两位局长 咱们先别高兴那么早 现在当务之急 赶紧研究完就 怎么样把那个炸弹带进会场 我做个实验了 这个炸弹体积小 可以装在暖水瓶里 待进现场 从重量上来看啊 就和一个装满水的暖瓶 是一样的 绝对可以磨磨磨磨 这主意好 开会的时候 它都会用暖瓶 那我们装货的地方 应该就在水房 那我再看看 这个是水房 离西侧门很近 老大 我有办法 明天一整天开会 又是烧开水 又是生火做饭 柴货肯定少不累 估计啊 今天晚上 应该往运柴车 往特工部里拉货 咱们半路上 解下这运柴车 连人带货一起混进大院 要是一些顺利的话 咱们炸掉会场 是绝对不成问题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 一旦爆炸 警察肯定会马上把会场封锁了 水泄不透 咱们的人 他们车主 现在够不了这么多了 走一步看一步 只要能炸掉这个特务汉奸的老巢 就是牺牲几个敢死队员 我看也值了 老李啊 具体什么人来执行 这 别动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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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杀我 我这有钱 都 都给你们 闭嘴 我问你 这柴火是帮哪儿送的 是特工部 各位大爷 您高抬贵手 我就是逃口饭吃 按照我们说的做 我保证你活命 我还会给你一笔钱 作为酬劳 要是不听话的话 我现在就杀了你 你家里的人 也别想活活这个月 是 是 我知道 我知道 那您让我干什么呀 用你的茶药车 给我们带点货去 要是让他们知道了 我就没命了 你要是不打药 你现在就没命了 走啊 老总 我说何老头 平日里看你挺准时的呀 今儿怎么晚了 这不是比平日里呀 多拉了一车柴火吧 这两车还不够呢 明儿一早再送两车过来 知道了 知道 知道了 我上老总啊 这就是一车柴火 跟平日里呀 送来的都一样 我看您就别检查了 放行 进去吧 谢谢老总 老大 你宝子怎么了 没事 没事 刚才呀 被那个开门的混蛋刺了一刀 讯会妹妹发现 何法 你在屋里歇着 我说真啥想 别去 咱们好不容易混进来了 千万不能打造惊设 你能打造什么 你还要去 小雅 我告诉你 咱们现在躲在这儿是最安全的 先离天亮还有几个时辰 咱们必须等到天妈妈亮的时候才出界 到时候 咱们把水房的那个看守和火箭一块儿解决掉 换上他们的衣服 把炸弹放进卵水里 明白了 老大 现在怎么办 抱着炸弹 睡一下 是 林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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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可能要出事了 究竟怎么回事 我得到的线索是 杀手很有可能以境出动 什么 那 那要赶紧把这种情况告诉李炳元 告诉他也没有用 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杀手藏在哪里 又不知道他们用怎样的手段 去袭击会场 那到底怎么办 我们现在 唯一的办法就是要 保护主席的安全 我建议 我们明天要想尽办法拦住主席 不要让他去参加会议 可是 那剩下的人怎么办 坦率地讲 除了 张静芝 马德 两大案件 家书上的同盟者一半是 躲得躲散的算 即便明天的大会能够顺利召开 我想 也可能是找几个 不关痛痒的人 冲着面子罢了 况且 这大会要是出了事 炸死几个日本人 不正好 让我们有机会制造舆论吗 那好吧 就按你说的计划办 是 仔细检查啊 是 这边已经没有 你去那边 好 仔细不见了 对 是邵老板呀 我们主任在里面正等着您 他说不让您直接去会场 让您到他办公室 他在那里等着 走 走 站住 干什么呢 我们是给会长送开的 你送开水的 是 是 搜 你今天可得给我丁怀了 日本人那边要是出了什么事情 我可没法交代 知道了队长 放心吧 干嘛呢 干嘛呢 你们磨蹈什么 帮忙到这儿 代表 我马上要进场了 录嘴长 快点 走走走走 好好好 走 一带人再仔细检查一遍 任何细节都不要错过 是 去吧 二哥检查 快 说曹操 曹操到 舒外兄 有个老朋友等你很久了 谁呀 请 老唐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邵老师 不对 现在我应该叫你邵老板是吗 我也是来开会的 不过我跟你不一样 你是被请来的 我是被他给绑架来的 唐司令严重了 像唐司令这么重量级的人物 不管到哪里都是贵宾 我不过是奉命保护而已 大家能在上海重逢 这就是缘分了 老唐 碧原也有他的难处 你就别怪他了 不怪 我谁都不怪 要怪只怪我自己 不过老同学 你现在可是变了不少啊 坐坐坐 走啊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 山天君 怎么就这么点人来开会 他们 还不给我们面子了吗 早上我刚刚接的电话 南京和平政府的几个首脑 还在来上海的路上 最快中午才得到 这算什么 那开会的代表 已经是人心活活了 来来来来 他们这不是摆明了拆台吗 这些时间我们会后再说吧 无论如何 今天的会我们都要撑下去 只要会议能顺利闭幕 我们就算是能对上面交代了 我们就算是能对上面交代了 唐泽君 请不要着急 来 给您加点水 我出去看看 唐浩峰和少双 给您加点水 你看 这空没水了 谢谢你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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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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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哪 小毛 夫人 这一大清早的过来报丧了 对不起夫人 吵醒您了 我只是想看看您是不是安全 我刚刚发现咱楼下的汽车被人偷了 梁东哥也突然不见了 梁东哥 快去隔壁屋看看小姐 快去隔壁屋看看小姐 哎 哎 我刚刚发现咱楼下的汽车被人偷了 这 小姐 小姐 快追啊 咱们俩溜出来兜兜风啊 可真不错 这么好的天气 应该去踏青啊 这还天寒地冻的 哪有什么轻可踏 我看你又说梦话了 谁在说梦话 你看啊 今天天气就是很好嘛 阳光这么明媚 我想啊 春天马上就要来了 你陪我去吧 好不好嘛 真拿你没办法 这么说 你答应喽 太好了 太好了 全世界除了我哥 只有你对我最好了 哎哎哎 别晃 再晃就撞到墙上去了 李婉一副好心情 可梁东哥却心急如焚 因为他必须利用李婉 尽快回到会场去 你现在想马上穿上 我给你制作一件老衣 挺对不起这姑娘啊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你穿着合不合身啊 对啊 唐浩峰现在就住在我们家啊 听我哥说啊 就是要逼他来参加 今天这个什么大会的 对了 前天晚上 我还撞见我哥给那个 邵老师打电话呢 叮嘱他来开会的时候 要试探唐浩峰 邵老师 你说的是叫邵树安吗 嗯 对对对 就是他 他和唐浩峰 今天要来参加这个会议 应该是吧 怎么了 你们先聊了 我出去一会儿 我回来以前 千万不要迈出这里一步 什么时候发现的 就是刚才 何老头应该一早 就加送两车柴油来的 可是他到七点 他都没露面 然后我就派人到他家去找他 没想到这老东西 和他侄子一块卷破解跑了 我觉得这里边一定有鬼 何老头最后一次送柴火 是什么时候 昨天夜里 听守卫说 当时他就觉得可疑 有点不带对劲 当时为什么不汇报 全上马后炮 给我走 给我多仔细 见他一个小老头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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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房里的血迹 让李炳元意识到 他自以为天衣无缝的安保系统 出了纰漏 对方已经动手了 他就会批评 我走 我们在转小时 就会批评 我们在转小时 跟你象 就会批评 你继续 你带不买